現在教大家怎麼去拆這個圓點感應器 我們去更換這個圓點感應器 首先我們需要把小車移出來 現在我們要示範如何改變的屬於反應器 現在Pole 移動車子向左邊 我們再把這個頂板已經拆下來 需要拆五顆螺絲 現在我們移動三個碗碗 五顆螺絲 这里一颗,这里两颗,两颗,三颗,四颗,五颗,五颗 然后我们把小车移到中间以后,我们把机器的电源关掉 所以我们把车移到中间的电源关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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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把车移到中间的电源关掉 首先我们要找到原电感应器的位置 这个就是原电感应器 然后原电感应器先是从喷头板的下面 要到这个位置的 首先我们要找到原电感应器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喷头板拆掉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喷头板拆掉 我们把这个原电感应器的线先抽出来 我们把这个原电感应器的线先抽出来 把线先抽出来之后 我们需要从小车下面 从小车下面这里 把这个螺丝拆掉 把这个感应器给它拆下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原电感应器的线先抽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原电感应器的线先抽出来 把这个原电感应器的线先抽出来 这个我们换上新的这个原电感应器 然后把这个给插上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原电感应器装回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原电感应器装回去 因为它开始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绿开 然后再把这个线指顺到它的� saloon merchandise 按索复银子再一个夕换 现在我们把线回到维俊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抽板装回去 现在我们把线回到卡片 换完这个原点感应器之后 我们检查一下线 这些线有没有接错 然后我们开机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把线回到维俊的位置 然后现在开机正常 两人更换完这个原点感应器之后 会不会正常 现在我们把线回到线回到维俊的位置 现在我们把线回到维俊的位置 现在我们把线回到维俊的位置 这些维俊的维俊是维俊的维俊 这些维俊的维俊误会继续改变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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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